大家好,我們這裡是PMDC 公共城市坑 那就是簡單說,今天進來政府適用大稅人的錢去開發系統或採購系統 沒有可能就是這些程式碼... 你講的裡面都非常有聽得非常清楚 沒有開麥克風 那你拿這麥克風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我們有沒有辦法讓這些系統程式碼開放出來 那從政府的角度,有可能就是說我們今天這個機關 其實常常有屬性相同的業務,我們可不可以去share這些程式碼 那其實也是減輕我們的行政支出的 甚至將來比較有可能去統一資訊的格式 這樣資料可以疑似也比較容易同意 同時在子彈處理上面也比較容易處理 然後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大家的立場很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希望在這裡募集大家的意見 然後來看看就是有沒有人的事業我們沒有想到的 第五比較常見的反對意見其實就是你今天政府的程式開放 然後派客就更容易了解你的程式嘛 然後更容易攻擊 這只是可能反對意見有可能的一些例貝 那其實歡迎大家都可以來寫 今天我們的學習單,如你也懷念手寫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不喜歡寫字的話,我們也有線上版 那我們會把大家意見整理成一個POLIS 它是一個意見回饋的自實性的即時調查跟回饋 那到時候我們就把這個POLIS拿去SPRAN 然後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回應一下 讓我們了解說這個議題其實是台灣大概分為哪裏的職權 那我們怎麼樣去做溝通 對然後甚至有人可以直接在上面寫一些很明顯的策略 也建議也都可以 例如說就是剛剛有提到資料問題嘛 那有些人就覺得說那只有政府之間可以互相看 那可能民眾不能看 或只是只是有人提出來的一件 那如果有其他建議想法怎麼都可以寫在上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